叫我去投資比特幣 我可能也不敢去 那你會去投資 比特幣的概念股嗎 比特幣的概念股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就看你的方向 但是我認為其實有一檔 國內有一檔 ETA搭配有一個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向韻芬 很多人都對於比特幣 非常的好奇 看他樓起也看他樓塌 那麼到底比特幣是怎麼樣投資的 為什麼比特幣有人很瘋狂 但有人說它是詐騙工具呢 今天好好的聊一聊 好 換一下我們的好朋友 這個孫慶龍 慶龍好 我們跟大家聊一聊 因為我覺得全世界都在封比特幣 那當然也造成很多這個顯示卡 可是我們都只敢碰顯示卡 這個族群 我們都不敢碰比特幣 到底比特幣是誰在炒作 其實比特幣它會炒作的原因 其實是來自於 其實從2009年以來 其實大全球的央行 在瘋狂的印鈔票之後 造成了許多人對實體的貨幣 出現了不信任 就會造成他們去追求 其他認為更安全的資產 所以有一段時間 黃金是很多投資人 他們所追求的 認為是更安全的一個資產 那但是再加上這幾年 隨著整個科技的進步 所以也開始出現了 所謂的虛擬貨幣 那這個虛擬貨幣啊 其實它的目的就是 為了去根除全球央行 在瘋狂印鈔票之下 所造成的一些後遺症 大家知道現在的美國 其實已經開始面臨到一些 通貨膨脹的壓力 像5月份最新所公布的 美國的CPI已經拿到5% 4月份可以來到4.2% 這個其實都已經讓美國 開始面臨到瘋狂印鈔票之下 所面臨的一個通膨壓力 那其實比特幣比較特別的是 或者是虛擬貨幣啊 其實他們有一個機制啦 像這個比特幣的話 他們其實是有一個 所謂的總額的一個上限 他們全部只能挖發行 2100萬美元 所以相較於美國聯準會 在瘋狂的印鈔票 讓他們的資產度在過去 從2009年的1.8兆美金 上升到目前已經來到7.8兆 甚至來到7.9兆美金的 這個膨脹的規模 比特幣的數量 其實是非常的被控制住 所以當然市場就會開始認為 好像虛擬貨幣 其實它就可以去取代 我們目前所市場所看流通的 這種實體的貨幣 那過去大家對虛擬貨幣啊 會有比較擔憂的地方 其實就來自於 其實如果你有玩遊戲的話 其實有一些那種遊戲中有些代幣嘛 但是這種虛擬貨幣啊 它的安全性 是過去為人所詬病的一個部分 但是虛擬比特幣 它們發展出所謂的區塊鏈的技術 還有這個加密的這個技術啊 讓他們這個虛擬貨幣產生 跟使你擁有這個虛擬貨幣的人 是非常的安全 不容易被篡改的這種風險的情況之下 那大家就會開始對這個貨幣開始產生的興趣 那尤其這幾年其實更容易變成炒作的工具的情況 其實也是因為全球有很多的大咖 都開始加入比特幣的投資跟討論 真的耶 而且我覺得大咖就在炒作啊 因為你看比特幣從一枚啊 什麼一萬 然後一萬五美金 我講的是美金喔 美元喔 然後到四萬 然後又跌下來 之前到六萬五 還有到六萬五 你看之前有個最大的炒手 就是Eromask 就是這個Tesla 他一下說 你買我的車一定要比特幣 一下又說不行了 那你這個算不算這個世界級的炒手啊 當然算啦 其實Eromask其實是掀起今年比特幣狂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推手 那尤其Eromask在今年的時候曾經有宣布 特斯拉將動用他帳上的現金大概15億美金去投資這個比特幣 所以讓大家覺得15億美金相當於當時 Tesla他的帳上現金是193億嘛 相當於他動用了7.7%的現金的部位 去買這個虛擬的貨幣的比特幣 那其實他的用意啊 其實有好幾個面向 但是Eromask的這個動作 就讓大家覺得這個的商品好像是有搞頭的 他未來的成長性也被這個美國最聰明的男人 跟全球最有錢的男人所看重 所以這個其實也造成了這一波的比特幣 之所以會出現飆升的很大的原因 再加上他在當天也同時宣布 未來的消費者可以用比特幣去買Tesla 我覺得他這個策略其實蠻成功的 因為其實已經 以目前其實比特幣 他這一年來已經漲了330% 漲了三倍來看啊 現在目前一枚比特幣大概價值四萬美金 那現在Tesla所推那個 他們所發行的這個Model 3 一台大概標準版是38,990美金 所以換言之你賣一枚比特幣 你就可以換一台Tesla 這個其實對Eromask來講是一個非常划算的 因為可能現在會去買Tesla的這些潛在客戶 可能跟會投資比特幣的客戶 其實是有某種程度的相連 所以當這一些的炒作比特幣的玩家 他們開始出現了獲利豐厚的情況之下 因為比特幣它畢竟是虛擬貨幣 貨幣的目的其實在於它可以用在實體 做所謂的商業的一個行為 那這個實體的商業行為其實在今年以前 其實剛才那個蘊芬姐有提到 為什麼很多人覺得它是詐騙 很多人覺得它是洗錢的工具 其實都是因為今年以前 比特幣大部分的用途就是用來詐騙 用來當洗錢的工具 因為網路駭客啦勒索啊 都叫你繳比特幣耶 因為比特幣它沒辦法追蹤 其實是讓其實這一些犯罪人 他們會覺得拿到比特幣 其實它會比較好 主角所有司法跟警察之間的調查 所以在今年以前 大家認為比特幣就是一個犯罪草 還有洗錢的工具 所以為什麼各國的央行 像中國 像全世界都想要管制這個比特幣 是因為在今年以前 大部分都用來當作黑道的洗錢工具 那但是今年從伊隆馬斯克開始 當他開始覺得 可以拿比特幣去換一台Tesla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這個比特幣已經不是是電腦 帳上面的一個財富了 他是可以用在實際交易上 所以他就推升了前一波比特幣 會飆升到六萬五千美金的 這樣子的一個龍景 那其實這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其實它的推力是來自於 不只是伊隆馬斯克把他公司的帳上現金 動用了7.7%去買這個比特幣 那會這樣買的原因是他們自己有去評估 其實只要每增加1%的比特幣的配置 大概就可以去增加整個現金資產的波動性 增加8% 大家知道現在把錢放在銀行 是無力可圖的 在台灣是0.7% 0.8% 在美國是更低的一個狀態 因為美國現在是零利率的水準 所以把錢放在銀行是無力可圖 那不如把一部分的錢放在一些 他們覺得未來有可能出現比較大波動的資產 那比特幣其實我剛才講 每增加1%的比特幣這個配置 就是你100億的美元中 其實你有只要1億美金撥去買比特幣 那你的整體的現金的資產 它的波動性就可以增加8% 所以其實伊隆馬斯克的想法就很簡單 那我只要撥一小部分錢就可以 活絡我的現金的資產 所以其實不只伊隆馬斯克這樣想 甚至美國的一些富豪 還有一些投資者他們都主張 美國的S&P500的大企業 都應該撥一部分的錢去買比特幣 這樣就可以活絡那個資產 所以之前有人說比特幣會炒到20萬美金 其實就是把美國的大企業 都換一部分的錢去買比特幣所推升出來的價格 不過這個都是在炒作的時候的一些加油天助的題材 這樣子的話 那慶容你會去買比特幣嗎 我當然不會啊 你那個有錢 其實買比特幣的目的其實有三個 第一個其實就是去交易 就是可以用來做一個交易 但是在台灣其實在很多地方 其實我們拿比特幣去交易 這個方便性其實還不是這麼高 第二個其實就是增值 增值那我認為現在比特幣來到了這個的一個價格 其實未來在增值的空間跟想像 可能已經比較少一點點了 是因為大家不要忘了這一波的比特幣 它之所以會出現這個這麼多年的龍井 關鍵就在於全球央行不斷地在印鈔票 但是我認為全球央行不斷印鈔票的這個動作 其實應該在今年甚至明年可能就要結束了 所以可能接下來聯準就開始縮表 開始收回回收市場的資金 這個都會影響到這種不信任貨幣所衍生出來的這種商品 接下來的多頭的延續性 那第三個其實就是它可以活絡現金的資產 活絡投資人的現金的資產 那當然目前我們看起來其實我覺得光其他的投資商品 其實就可以活絡資產了 其實以我自己來講 我大部分的資產都放在股票 所以其實股票就可以讓我活絡我的現金部位的資產了 其實就不用再用這麼波動這麼大的一個商品 去讓我的投資組合更加的活潑 那這樣你會去投資比特幣的概念股嗎 因為說實在你叫我去投資比特幣我可能也不敢去 那你會去投資比特幣的概念股嗎 比特幣的概念股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就看你的方向 那比特幣的概念股啊 其實一般市場討論比較多的其實就是所謂的挖礦 就是因為比特幣或者是虛擬貨幣 它透過需要用電腦的一些高效能的運算 然後去回答一些問題 然後回答問題之後就會給礦工一個相對的一個回饋 這個就是挖礦的一個金幣 那當然現在這個其實它如果挖礦的話 對一些電腦的一些設施的一些硬體設備的需求 其實就會上來 比如說像散熱模組啊 像主機板啊 像顯示卡啊 像CPU啊 像這種ASIC的這種晶片 它確實就會帶動它相關的一個需求 但是這些的公司其實包含了像 漢遜啊 清雲 利台 印太 技嘉 維新 華晴 創意跟四星 這都是過去這一段時間台股投資人所focus的焦點 但是我現在在看這個比特幣的概念股啊 其實我已經不是在看那個挖礦的族群了 因為其實大家會發現因為那個挖礦越來越不容易 因為其實它比特幣的發行是越來越少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比特幣的發行的上限是2100萬美 但是目前已經被挖出來的是1800萬美 所以只剩下300萬美可以給人家挖 所以其實數量已經有限了 那當然現在還可以去挖狗狗幣 可以去挖其他的以太幣 那當然這些貨幣的挖礦的成本 其實也會隨著競爭者越來越多 而產生了一定的成本上升的一個狀態 但是我發現啊 這一兩年有竄起一個美國女股神叫伍德 未來其實當我們像這種虛擬貨幣的那種 越來越興起的時候 它反而看中的是未來可能這種在網路上 我講的是網路上喔 就是被綁架被攻擊的風險 所以它反而把很多的資金投入到一些 網路安全的標的上 所以有些公司是專門在做網路資安的 所以網路資安應該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但台灣跟網路資安的公司其實並不多 因為目前看起來都是美國公司 但是我認為其實有一檔 國內有一檔ETF大家可以留意的 其實是國泰網路資安的ETF 這個代號是00875 這個其實就是當 這個就是它所投資的公司 其實就是專門在做這個網路資安的 所以我覺得未來其實當整個 我覺得不只是虛擬貨幣的興盛 其實未來一定是網路被害的這種風險 一定會越來越高 所以我覺得做這類的公司的 它長線看起來應該還是有不錯的一些投資價值 哇所以你看比特幣我們不敢投資 可是比特幣的概念股 還有未來在網路上資安的相關的個股 或者ETF都值得留意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好朋友 孫慶龍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謝謝慶龍 你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不要忘了按下下方的愛心 然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芯片囉 Today才知道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1點Light Today的理財分類 準時上線喔